谢谢 谢谢表弟表妹 放下你啊 上回家看看 来 上回家看看 上回家看看 来 干杯 大家好 我是乔年 表弟带我们全家吃农家业 对 对在讲他的台湾之行 真是爱上台湾人 这里 你看这个树 这些树都叫做 台湾鸾树 北京的车都没有自驾到这儿来了 他们来旅游啊 我看很多没展示 他这里怎么种这么多大南瓜 这是老山 酒水 这台真正都在老山的脊梁上 这台真正都在老山的脊梁上 一步一步 双十五 我们现在这里吃农家宴 现在进山 要先给农家宴定车位 不然都没有车位哦 这里是酒水 这里以前 是个贫穷的小山村 现在这里 全村都是农家宴 我们很早就来 因为四姑跟姑父 是常在这里运动 走这一条木栈道 一苗 后面的人 拜拜 拜拜 四姑 你慢点了 你告诉大家 你多少岁了 今天八十 你可以走到那边去吗 可以 哪也能出 加油 加油 看我八十岁的姑姑 厉不厉害 我八十岁的姑姑多厉害 你身材是我的好 这个人可能是个中医 看到姑姑这样健康 给姑姑好美 我说我姑姑八十岁 人家好心给好个妹 真是好心人 这个人看到姑姑这么健壮 都不相信姑姑是八十岁 给姑姑好美 看看姑姑的身体 到底多厉害 能活到一百岁差不多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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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人给你把我卖 看来这个人是懂中医的 人家的身体也不错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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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的路人都问姑姑 到底多大年纪 看谁去个好 我的姑姑八十岁了 在前面跑 我们也八十岁了 好感谢你 往下面就可以玩水 看我姑姑下去了 来来来 这是下面 这里真的山泉水可以喝 都不相信姑姑八十岁了 你看 这黄窝 我知道 这都是黄窝 你一斤多少钱 八十 八十 八十五千里 真实的要 我们自己抬就好了 这里人抬二十斤 我们可以拿来卖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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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坐 不要给我找了 不行你80后 80后的就不找了 我老了 我今天非常高兴 高兴啊 高兴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 最高兴 今天80岁变上80后了 今天80岁老太太 走了 往前走了 现在有山楂了 好像一斤五块 这个行李还没有了 不行再不回去 这个应该好吃 这是在老山的灵芝 这个有包子粉了 自己去山里采的 他比一小16岁 我要赶快回台湾了 我要去采我的灵芝了 我可别赶手 比较 七星团结人 这里的阿妙 啊 我也拿 开出去 翻衣 穿满了叠叠 都一样 都有一颗 好亮的鲜 好亮的鲜 这个超新鲜的 怎么样 好吃吧 这叫七彩梨 刚才的山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都很甜哦 你又烧吗 我有人民币 我吃你们一个桃子 那倒不是桃子 他这里没有菜 太凉分 凉分就是我们那剪的那个洞 这个就像我们的鲜 这是什么东西 还是软软的 也是米红糖 休息一下 又陪姑姑唱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加面马耳跑 回灯天儿香自宝 翻摇鸡飞翔 好 别唱了 表弟打电话来说 农家宴上菜了 已经上来了 先去洗手 它这个民宿可以住的 里面还挺干净 有大坑 生意满满 我的到来 姑姑很开心 表弟和弟弟 特别感谢我的到来 你看这鸡花面包 这山野菜 那是真是 这些大药 这是劳山的淡水 这是风营 挺啊 价值很够 那是河虾 这是小河虾 小河虾 我去帮我去 他这个是怎么在自己买的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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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吃不吃 谢谢 谢谢表弟表妹 屁心 放下来 上回家看看 不这话都要点着 不过来 来 尝回家看看 来 来 来 干杯 这是牡丹菜 这那个蜜蜂还没有出来用的时候吃 这绝对狗狗狗狗狗 这是什么菜 野菜 牡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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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知道 本人说的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牡丹菜 什么叫牡丹菜 牡丹菜 我去挖过牡丹 这老山茶 喝喝就给它弄了 好喝吗 我家里有 吃的鱼 看这个鱼菜 好喝 我都不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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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你吃吧 你吃什么鱼 你吃什么鱼 大鱼菜 大鱼 是 你吃你多鱼 炸什么 你看 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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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菜包子 山野菜 山蚂蚱菜 山蚂蚱菜 嗯 现在吃这种 看见那个隧道 不是那个 常狗 大家还在那里 山菊菜 菊菜 我能看一下菊菜 菊菜 我们那边也有菊菜 这是范花饼 小猫可惊有客人就过来了 都是野猫 都是些小野猫 你吃完了 来 过来 这是野生米猴头 好了 吃饱了 带大家去转转 山里的农村现在都变成了民宿 其实有点像我们南投的山里 因为高山都是迷雾缭绕 看这个是密密麻麻的 基本上都是民宿 都住满满 祖姑 小心点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不想喝饭了 吃饱饱了 要像四姑学习 有乐观的心态 这些小山村真漂亮 走 看这个山庄多好 看人家这里面住的人真的是 真的是 哎呀 真的是 你这套子 我去我再看我一起去 哎呦 妈呀 这在里边口气清醒多好 这没有老虎没有狼了 对呀 都没有野生的老虎了 都被人类侵占了 这些天我们都在四姑家 四姑好开心 表弟和弟兄 看到四姑这样开心 对我们姐妹的到来非常的感谢 希望我们常常来 让四姑开心 让四姑高知 所谓母慈子笑 在四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会向四姑学习 心怀宽广广 善待每一个人